这次我们去探访藏在上海中心闹市的静安寺 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西路上 这里到处是摩天大楼和高级购物中心 放眼望去既是上海的繁华 既然公园门口总有一对男子 一人弹吉他 一人催萨克斯 引来路人驻驻为官 下一股真心 只要一个人 他把你见证的灵魂 一人从老的药 另外公园也总有老人玩着他们的乐器 永乐在其中 而在九光百花的另一侧 这是看起来金碧辉煌的一座寺院 你从旁边不情急走过 就会看到里面几层楼高的内部建筑 它气派的大门 让你觉得这不是一般的普通寺院 静安寺最早可追溯至三国时期 当时位于苏州河附近 最初叫做户独仲玄寺 到了宋朝 迁到现在的地方 并改名静安寺 这里是上海最古老的佛寺 走在大雄宝殿周围 你会发现这里建筑用的柱子 整体的构造 都要比其他地方看到的大上一圈 也更威严 寺院内那些高层的建筑 都不让游客进入 那些一排排的小房间 估计是僧人的宿舍吧 另外寺院后部 那座最高的金黄色的塔 叫做静安宝塔 一共有七层 正在一楼和二楼参观 不让登顶 据说内部有一座两吨重的纯金佛像 我们也只能在下面仰望 全面想象了 下午参观完 夜夜深了 顺着南京西路往东走走吧 沿途会经过一片 明表专卫店的区域 看看劳力市 机架 最后去吴江路找找好吃的 今天就到这吧